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西文旅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文旅月台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文旅报道 12月15号一春铜骨七星岭滑雪场迎来开园 当日近千名省内外的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滑雪的速度与激情 享受冰雪乐趣 七星岭滑雪场核心滑雪区2万平方米 海拔高度1480米 七年以来雪道扩建升级 正式开放中级雪道 景区周边还增加了景色优美的高端民宿 现有雪道 观景台 磨坦设备等 滑雪场每日能为4000人以上的游客提供滑雪服务 吸引了周边众多游客线上线下进行预订 我是来自湖南的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七星岭滑雪场 我整个感觉到他们的旅游道路修得更好了 然后他们滑雪场内的滑道也增多了 然后这次滑的也特别开心 我们从11月开启预售到现在 截止到今天我们这个预订票是15000张左右 那么同比2019年到2022年 我们这个预订量同比19年到2022年 是增长了50%左右 根据本地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 入冬以来 同古县持续推出七星岭的滑雪季 汤里的炮拳节 天助风的东补节等系列节庆活动 同时推出了一日游 两日游等9条精品旅游线路 让冬季旅游淡季不淡 我现在通过这个多起道前方位的推进了旅游复苏 现在真的拿出了800多万元 鼓励和引导游客文理消费 我们走进了深圳 长沙 南昌等开展了落地营销提馆活动 策发了血香横眼 铜骨很近 把铜骨打造成为南方冬季最佳的旅游目的地 滑完雪咱们再去干桌安远看看辣梅 近日安远突脱辣梅种制资源保护区的突脱辣梅 花开了 游人沉浸其中感受冬日花开的别样美丽 那这里呢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曾经在绿色当中也让我们那么疲惫的身体 有了一丝的放松 感到特别的惬意 对 而且这个花特别的好看 然后我们还拍了特别多的照片 在辣梅谷中 奶黄色的突脱辣梅花随风摇曳美不胜收 淡淡花香扑鼻而来 亲人心脾引来游客驻足停留 净身观赏 在冬天能够看到突脱辣梅 感到很开心 然后呢 它也长得非常精致 是呈着那种银黄色嘛 听说这个突脱辣梅也是我们植物中的大熊猫 然后我们游客在这边观赏的时候 也是应该要保护它 据了解 突脱辣梅是我国特有的古老植物种类 为世界冰微物种 被称为辣梅界的大熊猫 它极科研观赏 药用等多种价值于一身 我国井安远县和周边地区有零星分布 野生突脱辣梅更是稀少 近年来 安远县加大对突脱辣梅的保护和抚育 目前 安远县野生突脱辣梅种子 繁殖成活率提高到96% 突脱辣梅野生种群 由刚发现时的不到百株 扩大到5500余株 人工成功繁育超过6万8000株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打造 艳书故里 近贤文笔文化品牌建设 日前南昌市近贤县举行新闻发布会 启动近贤文笔区域品牌推广活动 此次近贤文笔区域品牌推广活动 主要有打造毛笔传统文化村落 周坊村 推进近贤文笔竞校园 提升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陈展 举办艳书故里 近贤文笔毛笔文化艺术节 兴建艳书文化展示场馆 开展艳书文化毛笔文化学术研究 开展艳书故里 近贤文笔诗词歌赋曲文论剧征集活动 其中 艳书故里 近贤文笔诗词歌赋曲文论剧作品征集时间 将持续到2023年2月15号 近贤文港市北宋宰相著名词人 印书故里 文港毛笔源于东径 定于唐 胜于宋 有着1600多年的悠久历史 2021年 文港毛笔制作记忆 被公布国家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2年 文港毛笔获批国家地理标志正名商标 近年来 竟贤文港镇以文化对接产业 促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由艳书故里 关谷村风韵 品毛笔文化 赏名家自画 购精美毛笔等乡村特色旅游项目 不断吸引全国各地游客 前来文港镇关谷探忧 更让当地群众走上致富路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也可以下载监视频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